全世界行驶里程最多的一台特斯拉居然行驶了30多亿公里 而且它居然是一台Roster 你能相信吗 更不可思议的是它居然是在外太空行驶的 2018年2月马斯克把一台Roster跑车装进了一枚猎鹰9号重型运载火箭 这辆Roster肩负着一个重大的使命 它将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台驶离地球飞入外太空的商用车 更不可思议的是零9号在完成把Roster送入外太空的任务之后 它要再返回地球并安全着陆 这对于马斯克乃至对于全人类来说都是一个伟大的壮举 人们蜂拥而止来见证这一时刻 猎鹰9号作为当时世界上推力最大的重型运载火箭 一旦发射成功将会刷新人力的航天记录 它搭载了27台煤灵发动机 可以产生2500吨的全球最强推力 在它升空的那一刻就连马斯克都坐不住了 它在到达6万米的高空时进行了一级分离 将所有两侧的助推器释放 这两枚助推器稍后还会返回地球 而中间的这枚助推器将会持续的为火箭提供动力 并在9万米的高空实现二级分离 当招载ROST的整流罩打开的一瞬间 这台ROST和它的驾驶员名叫STARMAN的假人 正式开启了它们的星际之旅 而两枚一级分离的助推器还要再返回地球 这两枚助推器要不停的喷射氮气来调整姿态 以保持垂直的降落角度 当它以精准的角度和方向回落到5万米的高空时 煤灵发动机将会再次被点燃 用来减慢降落速度 经过反复的点燃喷射 降低速度 熄火自由落体 在即将到达肯尼迪航天中心降落场上空时 两枚助推器同时精准的点燃煤灵发动机减速 并张开直升架成功的着陆 这种双重分离和回收的场面太过于震撼 人类的航天使就此也拉开了一个全新的篇章 重型火箭推进去反复发射回收 这种只有在科幻小说里才会出现的场景 正式成为现实 人们欢呼缺越来庆祝 这被载入人类航天史上意义非凡的一刻 不过这台Rost和它的驾驶员斯达曼的旅行还没有结束 它至今还在以1000多公里每小时的速度 在太空里遨游 至今为止它已经绕太阳行驶了三周半 行驶里程超过了40亿公里 在2020年的时候它曾经与火星擦肩而过 如果说它是全宇宙行驶里程最多的一台特斯拉 应该没有人会反驳吧 如果顺利的话 它有可能还会在宇宙中飞行11年以上 在它的车机电路板上刻着地球人类之糟 而马斯克就在昨天也将这台车的所有设计开源给了全人类 小伙伴们你们觉得这台Rost最终会驶向何方 人类最终的命运又会如何呢